午安你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陈明君 台北股市今天盘中一度大跌了247点 中场跌幅收链下跌72点 收在15946点 成交量3511亿 今天盘是如何分析呢 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的江雨铭分析师 老师好 明君好 投资民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盘面上怎么做观察呢 先来请教张雨铭老师 好 目前在16000点附近 今天是小跌72点 那我想每一天的盘情 每一天的行情 看法总会有人不同 看多的做多 看不好的赶快把股票卖掉 就是因为看多看空 他们两个方向不一致 所以产生成交量 像今天成交量3500亿 3500亿看多 3500亿看空 所以看多看空 永远是市场争论不休 所以你看多你就勇敢做多 你看空你就勇敢放空 没有什么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每天观众都会到我的YouTube留言 那留言有的很激烈 长那么高你还叫人家作斗 你会害死一对的 好像他很正义 那如果这么正义你就赶快出来当老师 考分析师 那你把盘都讲对 年薪好几百万甚至好几千万 我们在市场里面一个一流的分析师 年薪都上千万了 真的那么有本事不用客气 那如果你的依据没有 鬼扯你就会这个流量很高 那是你自己的判断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那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就算出来当老师 你收不到任何一个客户 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看法讲出来 为什么我看多 为什么我看空 什么格局我看多 什么格局我看空 张爱民不是把所有股票都看多 没有 很多股票转空了 我也早就提醒了 那如果我讲错了 常常讲错 市场就会把我淘汰 以后就没有我了 没有大宇国际投顾了 不是吗 张爱民如果常常讲对 不可能省 我每笔都对不可能 大部分都对 市场还是会欢迎我的 就是这样而已 我们这行的市场自然淘汰 不行就被淘汰掉了 好不好 那我们看大盘这一波 涨了七千七百点 很多人这个一万点 一万二就看空了 现在都已经涨到一万五 我今天稍微跌破 到一万六了 所以想想看这个行情 如果你看错边 那不是被嘎到脱裤子吗 懂意思吗 不用去自己预设立场 要涨到哪里 疫情来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我看去 这个40夜市 很多巷子里面的店 大概关了一半 以前巷子里面都是很热闹 现在店都关了 但是话说回来 泰国的创新高 跟那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疫情最严重是美国 不是我们台湾 美国你看每天几十万人确诊 美股继续创新高 所以两个都事实 疫情也是事实 可是美股这创新高也是事实 不是吗 2020年特斯拉涨了734% 涨了七倍 不是在疫情的背景下吗 所以做股票不用去预设立场 A发生了不一定会在B造成影响 搞不好是 你想很严重 它应该会跌 搞不好它还在涨 像我们刚刚讲特斯拉不是吗 在美国疫情之前 它照样涨了734倍 所以表示跟疫情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所以你不用预设立场 好不好 那我们看看大盘目前的一个格局 是这样涨 让我们看到 当然现在很多人市场论断两极 有人说到底多还空 那如果你觉得空 你就放空 完全是你的 你对你自己负责 我的接盘 我对我的观众负责 我讲错了 市场就把我淘汰掉了 没什么好讲的 所以我必须每天很谨慎的接盘 我的一向的态度都是这样 那现在市场论断什么 就说你到底 好你要买多 我们先讲假设要买多 那你要买多的时候 请问你要买什么股票 有两种股票可以挑 第一个就是涨上去的 追涨 第二个就跌下来的 捡便宜货 市场还是要很多人 看法会不一样 很多人认为要捡便宜货 买什么买落后不涨 还没涨到 这个最安全 大盘在一万六 这股票可能在八千点 那你一万六怕跌到八千 你还怕吗 现在有很多八千点的股票 不是吗 头这边有 有吗 真的有吗 来我给你看 这不在八千点是什么 不是吗 大盘涨快一倍了 你看它还跌25% 那不是在八千点吗 对不对 好 这个不在七千五百点吗 是啊 那如果你怕 很简单 有人就要买这种了 甚至有一个财经博士 曾经在有一年下跌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张老师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说请讲 到底我们是买那个跌很深 准备要起涨的 还是要追那个 已经涨上去发动的 他读到博士 他都搞不清楚 因为课本不会写这个东西 也没有教 懂于是吗 真正教科数 你没有说你要买 落后补涨的 还是买那个跌很深的 还是买那个已经追上去的 没有 没有写这样 他读到博士 他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观众会认为 很多老师会认为 买这种股票 跌很深的比较安全 真的有安全吗 好像跌了 跌了也没什么止跌的迹象 对不对 好 跌三四%了 请问这在几千点 如果这里是大盘一万六 这可能只有七千点 看到吗 越来越深的股票都有 不是吗 这种股票一大堆 已经跌加凌45%了 还有甚至跌快五成了 今天涨天板 所以我们这很多股票 是跌了七%烂了 大盘如果在一万点左右起涨 它已经跌到五千点了 不是吗 它跌到快五千点了 快腰斩了 所以你怕很简单 你如果怕 当然你就可以去贯注这种股票 我是不赞成 我是不认同 弱势股在股市的高手操作里面 不会买弱势股 懂意思吗 高手永远操作强势股 这是一个观念一念之间而已 那如果你的观念错 你就是永远买弱势股 你手上都是套老股票 每年都有低点 你钱最好准备多一点 跌完再跌 跌完再跌 跌到哪一天不知道 好不好 所以如果一百万 你去买了刚刚的股票 你买了真顶 75% 一百胜75% 立山一百胜69% 世纪钢一百胜67% 国光一百胜61% 这个网架一百胜56% 买了原缸一百胜52% 今天涨了一百 可能快60% 但是还是伤得很重 不是吗 所以不要去买弱势的股票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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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三线翻多 懂意思吗 这是我一向的看法跟解法 好 那我们看只有代表性的股票 就是网架 为什么要特别讲网架 因为它营收不断创新高 股票不断地破底 好 咱们看一下 这是12月的新闻 双十亿 它做了快一百亿 92亿 这么强的营收 你看这营收 好强 对不对 叫它小强 营收这样 咻往上爬 但是股价 股价是这样 咻往下掉 所以你会发现 营收 股价呢 没有关系 有关系吗 有关系 咻往下就不会这样 它应该上去 它怎么可能往来跌了快五成 不是吗 所以营收跟股价到底有没有关系 偷这边 你看一看 有没有关系 你讲有关系 那不是鬼扯 那如果有关系 为什么这样跌呢 它不是应该这样上去 虚无无常上去吗 那为什么是跌成这个样子呢 营收创新高啊 不是吗 偷这边 所以我们说营收跟股价 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一点点关系 但是没有绝对关系 那如果你把它当过绝对 那就完蛋了 就像我们当老板的 每天都在应征 常常在应征 在用人 那如果我们觉得 这个学历很好 就一定很优秀 那你就惨了 学历很好 做犯罪的也很多 那犯罪都是高档犯罪 所以要小心 不是说学历很好 就一定第一名 不是这样 你在工作上 就能够表现很好 那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看的 学历只是一个表象而已 好像读不错的学校 看看你的能力 派个事情给你做 怎么做谁这样 能力不行 输呆子 那个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所以我们说营收创新高跟股价 事实上有没有关系 你看网加是反向关系 怎么会有关系 不是吗 营收很好 股价很不好 它有什么关系 它没有关系 是反向关系 不是正向关系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的股票 基本面 营收盈与 获利 成长 它叫基本面 基本面 只是整个股票操作的 一环而已 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那你除了看基本面 要看技术面 消息面 从外面 基本面很好 股东一直卖股票 股价就下来了 好 基本面消息面 从外面讯息面 这个国际面 心理面 知己面 政治面 通通要看 所以做股票一定要面面俱到 你光看一个 基本面绝对是不够的 懂意思吗 好 这个礼拜天 我看到这个 觉得很好 这个穿过来 很有意思 看了一遍 笑一下 再看第二遍 好 他说如果你要找坏人 就去教会 为什么找坏人 要去教会 因为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会去跟牧师 跟神父告诫 在一个告诫室里面 两人隔一个墙 进去了 然后就 神父我有罪 你犯了什么罪 神父就问他 我怎么 我觉得我有罪 上帝会原谅你 你以后不要犯就好了 安慰一下 所以那些人 不一定是坏人 他只觉得可能 我对父母的孝顺不够 我妈妈这次受伤 我没有在身边 我有罪 很谦虚 这个形容词 好 所以我们说 开玩笑的时候 如果你要找坏人 去牧师 去找教会 告诫室 每个都说他有罪 没罪干嘛去告诫 是不是 好 那如果你要找好人 要去监狱 监狱每一个被关的人 说我冤枉了 我是被冤枉的 我是被他冤枉的 每个都是被冤枉的 哪个是说 我有罪 我应该被关 每个都说他被冤枉了 对 所以你要找好人 要去监狱 当然这是开玩笑 好 那如果你要找赢家 就去看财报研究社 他每天不断研究财报 就像刚刚的网架一样 最后呢 营收创新高 结果呢 很好很好 一直买 一直买 一趟平家 别下来 一百块买 又跌到六十了 赶快买 越赔越多 越套越多 不是吗 所以开玩笑的时候 如果你要找赢家 去找那个股票研究社 他们专注 你们在研究股票财报的 研究了半天 股票套一屁股 没有用的 好不好 满口基本面的人 找不到主流股 做股票 就是要主流股 因为主流股 涨最多 资金大 你都可以进去 主流股是最强的 排面上最强 叫主流股 那如果满口基本面 他是找不到主流股的 有人跟你说 网架是主流股 主流股怎么会 大盘是 股票是 怎么可能是主流股 所以满口基本面的人 找不到主流股 所以你看赵宇 上节目二十年了 南丹龙基本面的人跟你解盘 这公司营收很好 EPS很高 本利比很低 这股票很好可以买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我上节目超过二十年 满口基本面的人 找不到主流股 你把这句话记起来 非常重要 投资票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下一次看到 只会讲基本面 你就把它跳开了 不要再看了 因为会害死你 好不好 来 天啊 营收创新高 股价创新低 好 做股票不要预设立场 认为营收好 股价就会涨 这是不对的 很多人在股票 你为什么展败 预设立场 使压行情 看那股营收在成长 你就拼命压 本来一张变 五张变四张 最后你的股票 套了一屁股 这种例子太多了 一个小时也讲不完 好 上回头又是另外一个案子 来 有没有 这隔级对不对 不对啊 三线走空啊 所以高档出现 这么多卖出去 因为你看不到 所以你去买 马上之后你受伤了 为什么在这里很多人买 他们都看这个 营收成长一层 价格要成长一层 那不是营收成长一层吗 对不对 首度不要破十亿 他们就是看这些去买的 最后套了一屁股 不是吗 头这边 赵爱民在高点 有没有跟你讲 这不对的 我用六星法轮板 给他模拟分析 股神线 趋线会掉下来 这种股票你是不能买 而且卖出去已经出现了 有没有 有啊 电视也有讲 十月十九 这当天的画面 东森的画面 跟你讲模拟分析 是不是这张 头这边 跟你讲你不能追踪股票 危险 对不对 来 果然没有错 他掉下来了 看到吗 你在高档你绝对看不出来 对不对 赵爱民看出来 我跟你模拟分析 股温线会掉下来 你不能追 跟我讲一模一样 你追上去 大盘创新高 他创新低 那你势必会受伤了 懂意思吗 所以散户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认为 用自己认为 对的方式去做股票 他认为营收创新高 股价就会涨 这他自己认为 最后呢 绝会搅不完 不相信你把我话记起来 你不相信没关系 你慢慢印证 最后你发现 你的钱怎么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营收创新高 因为都是主力要出货 你怎么知道营收创新高 公司派把消息发出来 不是吗 你看到的时候 人家早就拉了 拉完你喜欢 把人家倒给你了 你怎么赚钱 不可能 懂意思吗 好 往下 雪玲你的例子 为什么这股票不能买 原来高档早就卖出 迅到出现 早就转空了 曲线早就跌破了 那你报了半年 头这边用 你的钱剩一半了 你的一千万金 剩五百出头了 受伤的是你自己 不是吗 当然如果你不觉醒 你继续用这个方法做 会让你赚钱的方法 都是好方法反过来 会让你赔钱的方法 都是要修正的 那是绝对不对的 那你要继续玩 这是你的钱 谁管你 你的钱 你最大 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没有人可以管你 那钱是你的 不是吗 我们解盘是做参考的 好不好 来 现行一旦变化 你该走我就要走 变坏了就是要走 懂意思吗 行情下来的 我一定不会在里面 转空了 我一定会跑 我不可能在里面 做中股票 但是很多人会 他把营收当做圣子 圣子来要怎么样 我们看股庄平 圣子到 圣子到 跪下 万岁 万万岁 跪在地上了 看到圣子你不跪 把你砍头 你不能把营收当圣子 不好意思吗 不然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哇 营收创新高 股价跌五成 好不好 来 王家 雪淋淋的例子 好 原钢 跌很深之后 今天涨凌板 翻多了没有 没有 空头反弹 好不好 圆展也是一样 涨凌板 三线翻多了吗 没有 空头反弹 这一段 你是不应该赔的 你赔在圆刚 赔在圆展 赔在家里四成五成 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值得 因为早就转空了 真顶 什么格局 到这边 你赔这一段 套半年有意义吗 股价跌25% 你套了半年 不是红海集团吗 红海集团 这件事有过强 母公司红海涨 50%了 但是你买错真顶 跌25% 你看多惨 目前三线要翻多了 但是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听懂吗 他如果没办法跳空突破这个压力区 那对不起 就是玩假的 打假球 懂意思吗 好 真顶 张爱民在高点早就跟你讲 8月18 不是今天 张爱民早就高点跟你讲 你这股票不要再玩了 真的吗 电视画面 有讲 一定有讲 好不好 栗珊 一样 跌加率35%了 你看对不对 格局是空头 你买怎么会赚钱 有没有国光升 得40几%了 格局对吗 不对 你买这种股票怎么会赚钱 宣德 也是错的 这段叫什么 空头 区域现在空方 空头反弹 不要追 涨停摆也没用 打下来 这段再一次空头反弹 打下来 看到吗 都在空头格局 早就出现一堆卖出讯号 你早就该跑了 华通也是一样 这么多的卖出讯号 这么大压力 怎么买 你看最早四个月 张爱民没跟你讲过华通好了 为什么 这哪有好 疾病缠身 一大堆卖出讯号 哪有好 有没有 科家也是一样 这格局都是不对的 双红也是一样 涨停板 最高点 看到吗 虽然对你们来这天涨停板 看到吗 到目前 格局还是不对的 张爱民当天有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不能追 反正模拟分析跟你讲 这格局是不对 线上不去 一定有讲 四季缸 看到吗 跌到半年底点了 创围有够惨 跌五个月了 这么多卖出讯号 疾病产生 有没有 伪全店 张爱民之前讲过 现在不能再讲 也没有 你看我很久没讲 为什么 这格局不对的 看到吗 你再追就危险了 卖出讯号出现了 原相也是一样 一二三三个卖出讯号 所以这种股票 我不会讲 我也不会带客户去操作 但是很多人可能 你去买就套牢了 为什么 你看不到 卖出讯号 懂意思吗 股票没有好会 只有趋势 只有多空 看懂趋势多空 你就能够成为真正赢家 有没有道理 如果成为股市赢家 一定要操作主流股 操作主流股 才能成为股市赢家 刚刚那些股票 都不是主流股 所以我不会操作 那我相信很多人 套在里面 你看不懂 你就会去买 如果你处在黑暗中 需要的是什么 犹豫 不是犹豫 犹豫没有用的 你要开灯 开灯以后 你会看到真正的旧型 能够帮助你的不多 或许你会看到股神系统 原来在这里 你可以跟张爱敏一样 同步拥有股神系统 轻松拥有的专案 详细内容 你可以跟夫人也询问 我们把相交给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国安会来聚请张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讲迭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我这个孩子的妈 常常教育我的小孩 跟她说 你买东西 因为她去白岳过去买东西 这个闲小 买东西要买 我说爸爸没钱 爸爸你有卡 你有卡 你刷一下就可以了 那时候还没读幼稚园 那次那你卡刷一下就可以了 妈妈就会跟她讲说 你买东西可以 如果是你想要的 那个不能买 如果是对你有帮助的 可以买 有用的 有帮助的 可以买 那如果你想要 想要买的不行 那不能买 从小这样教育她 投资朋友 我们看节目也是一样 看财经节目也是一样 对你有帮助的 你只看完笑一笑 那个不要看 那个没有用了 懂意思吗 对你不会有帮助 最后把你害死 看财经节目的目的是这样 当你搞清楚你怎么选择 你就会知道了 懂意思吗 来我们看一下 成交值排行榜量乘以价叫成交值 今天1月25号 成交值排行榜在这里第一页 最强的股票 有量有价的股票 有的涨有的跌 那请问你怎么来解这些股票 我相信没有人敢解 为什么 赞民常常解成交值排行榜 因为这是关注的焦点 几十万人买 这个几十万张的股票 万一讲错完蛋了 赞民一样跟你解 我常常解成交值排行榜 一样一档股票一秒钟就看得懂 不要想太久 你想很久也没有用 也不用去拜访公司 来 股市第一绝学 一眼边都空 一眼看就知道它格局都不对 不对你就不能买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我要恭喜你 股票市场的财富是算不完了 来 雅明对不对 航运股当然不对 因为卖出去那已经出现了 三线破两线都破了 第一线也不强 所以我觉得它已经转弱了 压力在这里 压力就在这里 这个压力没办法突破 就不要玩了 现行也弱了 所以如果我这种股票 我会先出场 我不会跟他玩了 来 常常我一样 董医师吗 这格局都不对了 航运股也差不多 所以航运股 我是不会去碰了 好 那我们看 比如说华邦店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第一个三线怎么样 这两线在里营走 卖出讯号已经出现了 看到吗 第一线还在多头 但是怎么样 下面两线不强 动能不足 压力客服了没有 股价突破 可是没有长红棒突破 所以这个理论上 这个压力还没有克服 多头还可以 先入多头整理 既然要整理 我们就先祝福他 先在旁边看就好 就不要再跟他玩了 这一段坐上来当然都可以 到这里就不要再玩了 有答对不对 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 怎么会对呢 当然不对 看到吗 三线支离破碎 这格局已经不对了 赵亥铭会不会做友达 不会 放心 这种股票我不会做 来 环球金 对不对 三线再度翻多 没有错 昨天礼拜五再度翻多 但是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懂意思吗 这台车是宾式车很强 可是没什么有了 你能从台北开到高雄吗 没有你怎么开去高雄 不是吗 动能不足 所以怎么样 压力也还没有突破 加上动能不足 所以这种股票我不会买 这段当然可以 起涨之前很多买银讯号 OK的 涨这一段 赚这一段就可以 这里不要再碰了 好 金星科对不对 对 一样的问题 动能稍微有点不足 那你看之前 能住过一次院 有没有 住院住了几天 二四六七天 第八天才出院 所以他身体 就没有那么好了 卖出讯号出现 强势股三天内 一定会出现买讯 他拖了八天 所以表示怎么样 他身体就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这种股票 我原始上我也不碰 好 南电 你看卖越讯号出现 隔天就买讯号出现 这就OK的 你可以忽略他 很多买讯号出现 拉上来 三线架构还可以 没有特别强 还可以 好 天律 区域线还是多方 DOTO格局 没有问题 但是抽马线 动线怎么样 太短了 而且动线 抽马线跌破 动线在零走 所以怎么样 DOTO线路休息整理 动能不足了 车子没有油了 什么车都一样 车子没有就去加油 没有加油 绝对跑不动 什么车都一样 好台积电 对不对 对的 OK的 没有很强 但他也涨一波上来 OK 好 日月光 也是DOTO格局 中线软 短没有关系 第一线 第三线强就可以 他也涨一波上来 一样 低档出现 也都买进去 就涨一波上来 从60 我看一下 67.9 到今天101 这个DOTO格局还没有破坏 好 联发科 这也是3000万多 缺点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稍微重一点 张一银早就跟你讲 1月4号 联发科已经翻多了 不是今天讲了 今天25号了 21天前 张一银就跟你讲 联发科已经翻多了 这个没办法假装 这东森的画面 开玩笑 这怎么假装 好 鸿海 从80几块涨到120 短线之间 他还涨了5成 7张点 很多买进去讯号 有没有 张一银有没有告诉你 看看有没有 有啊 12月7号 有啦 有没有 电视画面 有啦 没错 红海 拉上来 张一银跟你讲 突破了 12月7号 电视画面一定有假 对不对 好 红海 第一档很多买进去讯号 对吗 很多买进去 涨到这边已经涨5成 多头格局还没有破坏 学位这招何丑 大爱不成 你有本事会 这样的功夫 这样的功率 什么股票你都看得懂 你避开很多陷阱 压力的不要碰 多头你看得懂敢买 就这样就会赚钱 不要想太多 懂意思吗 这一招无论如何 你是要学会的 国具也是一样 多头格局没有破坏 很多买进去 有没有讲 有啊 6号 9号 有啊 电视画面都有啊 有没有 23 11月就讲了 现在1月了 华欣客也是一样 现在目前稍微转弱 卖进去出现了 赞银早就跟你讲了 10月就讲了 有没有 有啊 12月22就讲了 有没有 没有错 11月3号就讲一次 太多股票 时间不够讲不完 都怎么样 不够 电视频